5月5日,微信正式推出期。0.4版本,在此版本中,漂流屏功能正式下线。据了解,漂流屏功能最早出现在QQ邮箱中。用户可以写一段话放入漂流屏中,然后投入大海一匿名的形式送给陌生人。收到的人如果点击拾取可以看到留言,如果不想回应可以再次扔进海里。 随着用户基数的增大,越来越多的有害信息出现在该功能中。2018年11月,微信曾宣布暂停漂流屏功能,但其相关入口依然得到保留。腾讯表示,经过用户投诉和媒体报道。我们发现漂流屏中仍有大量的色情内容和广告的情况。目前以漂流屏和淫秽色情为关键词搜索。 在裁判文书网能够非常容易地查到数十起相关案例。因此,这次微信更新便将漂流屏功能正式下线。据了解,此次微信新版本的更新,还推出了用户在发布视频动态时,可搜歌曲设置为背景音乐。同时用户可以在朋友的视频动态中发表私密留言等功能。 虽然微信的漂流屏功能已经关闭,很多网友还是分享了微信漂流屏曾带给他们的暖心瞬间。 超棒的月亮老师,无数个不敢告人的秘密在漂流屏里和别人说过。 X自然而然,七年前我失恋,整晚整晚地睡不着。天天玩漂流屏来诉说自己的心情。 早安小喵2001时期,无处化气凉时,我会把我想说的放进漂流屏里,它就像一个树洞。 8号全宝,我还挺喜欢这个功能的额当时备考压力大。 写了些碎碎念扔出去,还是收到很多祝福与宽慰。 让我加油来着,还是有些温情的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